经济来源的我是一点没有 全靠对方 三五产年 咱俩真正走在一起 你有什么条件 喜欢手势啥的 就是说一个天台兵业的 你可以能拿出钱来也行 就怕拿不出钱来 头对胎 选对狼 抱对大腿 选对房 三五大妈来相亲 要钱要手势还得让老头 依托到底 不能脱累儿女 大妈 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啊 今天来相亲的这位大妈 非常的有自知之明 上来就坦诚不公 就是这一对一块 典型的三五产品 三五产品吗 没车 没房 没存款 咋能这么说呢 那你看就是嘛 什么也都没有 谁要是想看我就是一个 大妈 咋混的 我倒觉得不一定真无 找个老爸便有上家有 倒是很有可能 要说这小红娘还真是长了个拜年的嘴 竟说好话 三言两语就把大妈给哄的喜笑言开 我还第一次听说自己说自己是三五的 但是您有那个做家政的这个工作经验呀 嗯 对啊 这个还行 这也不是像您说的那样啊 怎么呀 我说那不是三五产品吗 那你做活那算啥呀 不是 阿姨那咱也有优点呀 你看您身体好 是不是 然后还有工作经验 还这么勤劳是不是 怎么能说是三五呢 您是做了这不玩 哎呀 这还有扇子呢 对 我平时 最好玩 嗯 扭扬拍了视频 那您平时在扭扬的 对对 来两三呗 哎妈 这扭的跟紧神似的 兜里揣了 鸡蛋都能让你给咬散环了 虽然大妈现在日落西山要啥没啥 日子过的是紧紧巴巴 曾经也是村里索雷又设羡慕的对象 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 大妈家的狗都比邻居吃得好 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优越的物质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丈夫的欲望 于是呢 就想整点新鲜的喜欢上了路边的椅花 八几年的时候 我们家就是说 别人就根本就吃不起大米 我们家就是 那样就吃啥呢 猪头肉和猪爪啥的 我们家就是养活那个狗吧 就是扔的面包吧 或者是那个杠头什么的 月面上的 狗都不吃 哎呀 那挣了不少钱当时 这么富有怎么这么疑问呢 他不走挣到 其他女人第三者是他 有一次他俩都在外边住了 后来呢 我知道了 花钱 跟他俩在一起了 从那个时候 整个这个家就 败了 对 哎呀 那就别说了 君住长江头 妾住长江尾 天天私居不见君 早晚得出轨 离婚后 大妈的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 为了养活孩子 更是受尽了心酸 精神都崩溃了 那些两个孩子 家里头我一出了六年床子 风风雨雨的 大年三十五都在外边 那这样就是看孩子 就新孩子 要不新孩子的话 哎呀 我也都没了 不能活到现在 可不要这样 不来了 慢慢不行 爸不行 再妈都没了 孩子都没也没找着了 哎呀 活着吧 您要是再找的话 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再找就是找人品好的 根据大妈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一位 跟大妈年龄相仿 条件还算不错的老头 我这个前妻吧 她这个性格不好 就是她看不随远 就是那个那个摔棚摔瓦 张口就骂你 然后您呢 您是怎么做的呀 我跟她就是跟她那个讲道理 讲道理 她听不进去 实在呢 我就是躲 就是打不还手 对对对 我就跟她讲道理 对对对 不跟她一样的 有效果没 有效果 同学大理能想得开 能包容 对 能包容 真会往自己脸上贴心啊 俗话说一个巴掌呸不响 婚姻出了问题 也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总挑别人的理 不反思自己 就说明了一切 既然已经成为了过去 那就啥也别说了 唠唠您的择有标准吧 叔叔 那您说说吧 您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找呢 第一呢 就是说这个 因为以前有过这个教训 就是性格上好一点 成心找老伴的 就是这个温柔性的 其次呢 就是这个 身体健康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这个第三呢 就是这个人间正道是上次 所以说这个是个本分人 大妈能唱能扭身体背吧 至于会不会跟你嫌弃似的 对咱拳打脚踢 这个就不能保证了哈 话说水不是不知深浅 人不叫不知好歹 扯再多也没用 赶紧先见上一面吧 从这个外表啊 到内心 是我喜欢的类型 挺好 挺有眼缘 我找的那一半也是暖男型的吧 能拿我当个事 主要就是性格能不能合上来 能是有共同语言 这是最主要的 性格都是人在处 不处你现在是模糊头 一见面 大爷就被大妈的盛世美元给迷住了 还不知道大妈姓啥叫啥 上来就开始疯狂试爱 大爷花椒没到就放炮 是不是高兴太早了啊 票子的问题要是整不明白 再喜欢也没用 站稳了 咱先听听大妈的条件 经济来源的我是一点没有 全靠对方 三无产品 好这么说 所以打工也没挣到钱 也没有存款 那你对这个事咋看的呀 说 我既然就是说起老伴 就是娶老伴你 那他不说对就有担当 就得养得起你 咱俩真正走在一起 你有什么这个条件 喜欢手势啥的 这个手势我指定不能答应 每月给点零块钱 这个我能给保证 就是说一个天大病院的 你可以能拿出钱来也行 就怕拿不出钱来 常见病这个多发病 一些感冒一些小病啊 我能够负责到底 也能够承认得起 有点大病 你看你这前半生 就也为你格安儿女打拼了 我的意见就是一下子伴 有大病要儿女负责 这个我也接受不了 没关系 听明白了 浑身上下最值钱的 也就是后背脖子上的富贵包了 虽要啥没啥 但老头要管吃滚住 每月给点零花钱 老了得了大病小病 兜得一拖到底 大妈 都是菜摊上的黄菜叶 不值钱了 赶紧醒醒吧 既然没老宝没存款 赶紧趁着能干的动 多三俩钱 给孩子减轻点负担 靠着老头养老 不太着实的哈 最后恭喜大爷成功必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